大家好,歡迎來到債拖債拖之奇案實錄,我是兆A 我是小豆 在1989年,日本有個四歲的男生短短三十秒內就在親戚家門口離奇失蹤 而在案發後差不多30年,更發生了一件事令大家以為這案有轉機 今天就跟大家說說這案被稱為日本三大神隱事件之一的松江新此失蹤事件 住在慈城縣牛九市的松江家是一個很幸福、溫馨的家庭 39歲的松江正新是一個軟件工程師 他剛才由一間日本大企業挑吵去外資公司 人工和福利都比之前高了一大折 他很努力地工作,在晚上和放假都會加班 所以沒什麼時間和小朋友相處 不過幸好他有個很溫得手的老婆,慧子 平日負責在家裡照顧三個小朋友 1989年3月5日的晚上,松江家收到一個電話 原來是慧子在德島遠小松島市鄉下的親戚打來 說他媽媽因為急病過了生,叫他回來參加媽媽的葬禮 因為照著子女好困身走不開 慧子已經很多年沒回過鄉下探媽媽 所以聽到媽媽過世的消息就非常傷心 松江正新見到只好一邊安慰他 一邊和公司請幾日假 打算一家五口儘快趕過去 在3月6日,松江正新開車帶著一家五口 過去距離牛九市七百公里外的小松島市 參加完慧子媽媽的葬禮之後 他們留在會場和親戚互相問候 而談間有親戚聽到他們訂不設酒店 就邀請他們去自己家住幾日 這個親戚住在精光市一座山的山腰 那裡環境寧靜開陽,附近沒有其他民居 松江正新一家一直都住在熱鬧市區 難得可以體驗郊區寧靜的生活 所以他們很快就接受了這個親戚的邀請 當晚就去了那裡住 但他們想都沒想過 這次體驗竟然會為他們一家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 因為平日習慣早起床上班上學 松江正新和三個小朋友在第二天7點多起床 當時慧子和親戚在廚房準備早餐 在8點15分左右 松江正新見天氣這麼好 就帶著幾個子女和親戚的小朋友 在吃早餐前出去逛逛 因為兩歲的小兒子還不太懂得逛 所以松江正新全程都抱著他 逛了一陣之後 松江正新想著早餐都應該準備好 就帶著幾個小朋友走回親戚家 房子前面有條差不多10米高的石梯 而且每一級梯級都挺高 所以小朋友走起來都比較論盡 為了方便照顧大家 但是松江正新叫小朋友先走 自己抱著小兒子墊後 一行人幾經辛苦終於回到親戚家門口 就在這個時候 松江正新四歲的兒子松江新慈 突然扭動說想在外面玩多一陣 本身松江正新想叫他吃完早餐再出去玩 但因為忍不住新慈不斷扭動 於是就跟兒子說 你乖乖地在這裡等我一陣 爸爸抱弟弟進去給媽媽再跟你出去 說完他就走入屋 把小兒子交給位子 一邊轉身走出去找生慈 一邊跟老婆說自己和兒子出去走多一陣 才回來 只是相隔不夠30秒 他出到屋就發現本英站在這裡的生慈不見了 松江正新第一時間就想 生慈會不會太心急 所以自己走到石梯玩 於是他沿著石梯走下去找 但找到也找不到 石梯梯級那麼高 剛才他們走上來都用了一段時間 生慈不可能可以在那麼短時間自己走下去 既然生慈不在石梯 那他會不會是走了去旁邊的樹林呢 於是松江正新走入樹林 一路大叫生慈的名字一路找 可惜沒有人回應 在屋裡的位置和親戚都知道生慈不見了 他們一邊安慰回來的小朋友 一邊聯絡其他人幫忙找 附近的民眾聽到有小朋友失蹤 都很主動幫忙沿著上落山的路找 可惜大家都不見生慈 去到早上10點 松江正新在無辦法之下報警 警方一收到報案之後 就立刻派了一批警員 去到現場進行地毯式搜索 幫忙找生慈的警員 消防員、普通市民合共超過100人 但可惜沒有任何發現 去到第二天 幫忙搜索的人更加超過200人 不過仍然未見生慈的蹤影 警方歸納了幾個令生慈失蹤的可能 第一個原因是他當失路 不過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照計生慈聽到那麼多人叫他的名字 都會有點回應 所以這個可能性都比較低 第二個原因是他出意外 如果他真的被人襲擊或撞車的話 現場應該會留有痕跡 但現在身似是連人都不見了 除非他在一些當地人都發現不到的地方出意外 否則這個可能性都不太高 還有一個可能性是被人綁架 這間屋是位於一個人籍罕至的山腰 上下山就只有一條路 而且平時幾乎沒有車出入 根據在山腳霧龍的農夫所說 案發當日他一早就在田裏做事 那裏可以看到上下山的人 但他沒有見到任何可疑的人和車上山 換言之如果生慈是被人綁架的話 他要麼就被經常出入那座山的人捉了 要麼就有陌生人穿過茂密的樹林上山捉生慈 警方審視了幾個可能性之後 覺得生慈最有可能是被人捉走 他們估計綁匪可能會打來和重江正新一家聯絡 於是就預先在親戚家的電話裝了錄音裝置 去到3月16日 大家找了差不多10天都沒見生慈 重江正新一家打算明天就起程回去辭成縣 但就在這晚,重江正新收到一個電話 電話裡面是一個聲音像是3、40歲 口音聽起來像是得到人的女人 說想找重江太太 重江一邊遞個電話給慧子 一邊表示不知道對方是誰 那個女人跟慧子說 幼稚園籌了些慧問金想拿給重江家 她是家長代表想問一下應該把這筆錢送去哪裡 慧子問對方是否身似姐姐的幼稚園 她的小朋友是否都是月亮班 那個女人就說是 還說自己是中原真理子的媽媽 慧子聽到她這樣說就說 因為他們明天就回慈成縣 所以請中原太太把筆錢直接送去他們家 之後那個女人就說等她有空就會拿給慧子 然後就收了線 雖然幼稚園這麼快就向巴掌籌了慧問金 令慧子覺得有點奇怪 但因為兒子失蹤 整個人已經很亂 所以就沒有再想太多 在3月17日 重江正新一家回到慈成縣 他們安頓好的東西又收拾回心情之後 慧子就主動聯絡幼稚園 期間她跟老師提到慧問金的事 但老師的答覆竟然是 月亮班沒有一個叫中原真理子的學生 而且也沒有聽過關於慧問金的事 慧子聽到這個答覆之後很驚訝 她立刻說給重江正新聽 這一刻兩個人才意識到 他們在親戚家裡聽的電話應該是磅匪打來 很有可能是為了想確認重江正新一家的行蹤 不過除了親戚之外 當地根本沒有人認識他們一家 甚至連重江正新一家會去那裡站住的事都不知道 那到底是誰打電話去找慧子呢 而且當日打來那個女人帶有德賭口音 那是不是代表那個女人是慧子鄉下的人呢 想到這裡 重江正新和慧子馬上把這個消息跟德賭院的警方說 希望他們查一下那個可疑的電話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 警方的態度突然180度改變 好像不想再查下去似 自從重江正新一家離開了德賭院之後 警方就沒有再組織搜索行動 而且當重江正新想他們再查一下可疑電話的時候 警方竟然跟他說錄音已經不見了 警方無情的答覆一下子就把重江正新和慧子小小的希望粉碎 既然警方不肯查下去 他們就決定用自己的力量繼續找 重江正新向公司辭職 又透過多間傳媒發布申慈失蹤的消息 申慈的資料和聯絡方式 希望見到申慈的人會主動聯絡他們 這件事在日本引起很大的空洞 很多熱心市民都踴躍地提供線索 在十年入面 在不同縣都有人說見過申慈 重江一家每次一收到消息都會馬上趕過去找 但可惜都找不到申慈 申慈失蹤了成十年都未找得回 於是社會上有些人就說這件可能是神隱事件 即是申慈被神怪隱藏起來 後來越來越少人討論申慈失蹤的事 慢慢就只剩下無作的重江一家繼續孤軍作戰 不過這件事沒有因此而落幕 去到事發後差不多30年 一個電視節目令申慈這宗失蹤案 又燃起了一絲曙光 日本有個很出名的尋人節目 緊急公開大搜索 這個節目的製作團隊 會和日本各地的救援中心聯絡 幫中心裡面失憶的人做一個特輯 等認識他的家屬和朋友見到 就主動聯絡電視台 這個節目已經成功幫很多人找回親人 所以贏得很高收視和很多後悲 在2018年 這個節目找了一個自稱叫和田龍仁的男人上電視 他在2014年7月被人發現 在愛知縣一間大型商場裡暈倒 送完治療之後因為失憶 所以無法聯絡到他的家人 於是就被轉送去救援中心 和田龍仁和警方說 自己大約四歲的時候 和一對好像父母的男女上了一輛車 他在車上睡著了 醒醒之後就已經在一個大約60歲 不認識的叔叔家裡 之後他一直被軟禁在那裡 直至有一天他偷走出來 在節目裡面 一個自稱是牙科診所護士的人打電話上去 說記得當年曾經接待過一個沒有身份證明文件 由一個大約60歲左右的叔叔帶過來的男生 這個說法和和田龍仁說的東西很吻合 令大家都相信和田龍仁當年是被人拐帶 去到節目的尾聲 有一個三重圓的便利店店長打來 說和田龍仁和一個大約七八年前在他店裡打工 叫北澤上的人好似 不過大家對店長說的東西都很懷疑 因為聽完護士和和田龍仁說話之後 大家都相信他是被人拐帶 和田龍仁在被軟禁的情況下 有什麼可能出去打工呢 所以大家都覺得應該只是店長認錯人 大家看完這個節目之後 很熱烈地想幫和田龍仁找回家人 有網民在社交媒體出post說 身始失蹤時的歲數和時間和和田龍仁很吻合 而且將他們兩個的相片放在一起 還會發現他們的眉很像 於是很多人都猜測 和田龍仁會不會就是當年失蹤的身始 大家在網絡上熱烈討論 很多人都說警方應該要幫和田龍仁和松江淨身做DNA鑑定 得到員警方見群情洶湧 很快就作出回應說已經找了他們做DNA鑑定 而檢測結果證實他們並非親子關係 如此同時也有網民找到這個自稱和田龍仁的男人 原來真是叫北澤尚 他曾經在AKB48的應援活動中受過訪問 之後北澤尚的父母在電視上見到自己的兒子 就出來跟他相認 還說北澤尚患有一種罕見的精神病 這個病會令他喪失之前的記憶 腦袋就會自己補一些錯誤的記憶下去 而這次已經是兒子第二次發病 北澤尚回復本來的身份 也回去跟父母一起生活 而身始失蹤這件事又再一次被大家遺忘 本來以為可以找回兒子的松江淨身一家 又再一次希望落空 這件事至今已經發生了超過30年 沒有人知道身始還在不在人世 只是知道松江淨身一家這30年來 不斷在希望和失望之間徘徊 過著大家都沒辦法體會到的煎熬 這件事還有很多疑問未得到解決 到底那個可疑的電話是由什麼人打來 為什麼警方會突然改變態度不再調查這件案呢 而身始又是怎樣失蹤的呢 大家又有什麼看法呢 在下面留言跟我們分享一下 喜歡我們的記得做齊 comment like and share 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旁邊的鐘仔 那我們出新片的時候 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了 follow我們的instagram 150anb 留意著我們的最新資訊和我們互動 下次再見 拜拜